吹牛大王力险记 第一章 旅途怪事 在我之前的很多旅行家曾说,前往德意志北部、波兰、库尔兰以及利夫兰等地的路深沟高鹤,蜿蜒齐驱,可我的想法却和它们不同。 我相信冬天里的挨挨冰雪会把所有的坑洼都填平,那样就成了一马平川,走起来畅快得很。 于是,出于这样的考虑,我选择了在冬天的某一天,骑着马开始了前往俄罗斯的旅程。 隆冬季节的风凛冽如刀,我骑着马一边赶路一边瑟瑟发抖。 当天慢慢黑下来的时候,我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,只见周围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地,看不到任何村庄和建筑,连植物也看不到,就更别提找到路了。 可我总不能在马背上过夜啊,所以只好从马上下来,顺手把马拴到一个竖着的小庄子上,然后在雪地上随便找了个地方,倒头就睡。 我实在是太累了,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。 等我醒来的时候,太阳已经晒着我的屁股很久了,同时,我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 我竟然躺在一个教堂外的空地上,而我的马则挂在教堂钟楼的十字架上,正嘶吼着。 我挠着脑袋想了很久才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 原来,昨晚的雪太大了,以至于把整个村子都埋了,只露出教堂高高的钟楼上的一节十字架,也就是我昨晚拴马的那节桩子,而我正好睡在教堂上面的雪地上。 天亮后,气温逐渐回升,积雪融化,我就降到了教堂外的空地上,而我的马则倒霉地挂在了高高的十字架上。 嘿,一定是这么回事。 弄明白了这一切,我拿起随身携带的火枪,一枪打断了摔马的绳子,把马救了下来,然后骑上去继续我的冰雪之旅。 不是我吹,我的枪法一直都是值得夸耀的,所以,打断那么细又挂得那么高的绳子,完全就是小菜一碟。 接下来的行程就一直很顺利了,我很轻松就到达了俄罗斯,并遵照俄罗斯人的习俗,买了一架雪橇挂在我的马脖子上。 这样我就不用骑马,而是惬意地坐在雪橇上,赶着马儿往目的地圣彼得堡前进了。 事情不可能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,当我坐着雪橇赶着马,经过一片阴森的树林时,一头凶神恶煞的狼竟然追了过来。 不管我怎么调整方向和速度,就是甩不掉这个两眼冒着凶光的家伙。 没办法,在他扑上来的那一刻,我只好倒在雪橇上,让身体保持平躺的姿势,以躲过狼锋利的牙齿,可是我的马就没那么幸运了。 狼在我这里扑了个空,竟直接越过我冲到了马那里,用它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,对准马的屁股就是一下。 很快,马屁股就进了狼的肚子,倒霉的马又疼又害怕,只能拼命往前跑,而凶残的狼就紧紧地跟在后面,继续撕咬着马的身体。 我是一个头脑聪明,身手敏捷,而且超级大胆的人,所以,看准时机,就抡起手中的鞭子,朝狼狠狠地抽了过去。 这会儿,狼的注意力全在肥瘦的马身上,完全没想到后面会出现突然袭击,所以,被我那一鞭子吓了一跳,连忙用更快的速度往前奔去。 这下可好,我那倒霉的马被甩到了路边,倒是那头饿狼,在马从车园脱落的那一刻,被不幸套住了,出现在了马原本在的位置,不得脱身。 我看到这情景,连忙不停地挥动长边,狠狠地抽打狼的屁股,让他像马一样带着雪橇飞快地朝前奔去。 于是,很快,我就到达了目的地圣彼得堡,并将这头泪得精疲力尽的狼给放了。 在圣彼得堡,我就开始了纸醉金迷,灯红酒绿的生活,和世界上最高贵的一群人混在一起,每天不是赌博就是去买醉,甩出去的金钱那都是大把大把,就像丢石子一样轻松。 俄罗斯人特别能喝酒,不过,要是和一个长着灰色胡子和紫色脸口的将军比起来,我身边经常出现的那些酒客们,就显得是小屋见大屋了。 这位将军总是喜欢把帽子戴得严严实实,即使喝酒的时候也不取下来。 据说,这是因为他之前在土耳其征战时脑袋受过伤,前半个头盖骨没了,所以得戴上帽子遮一遮。 不过,他的酒量确实称得上酒神级别。 应该说,就没有人见他喝醉过,这点让我非常好奇。 直到有一天,我发现了一个秘密,这让我顿时知道了他为什么永远不会醉。 原来,这位将军在喝酒时,总是喜欢稍稍掀一掀头上的帽子。 大家都以为他做这个动作只是为了让脑袋透下气,其实大错特错。 老将军的帽子下,藏着一个当头盖骨用的银板。 每当他掀帽子的时候,这块银板也一起被掀了起来。 这时,那些喝进去的烧酒就蒸腾成烟雾,从银板后面冒了出来,然后很快消失了。 我一知道这个秘密,就连忙告诉了平日一起喝酒的几个好友,并承诺找个机会来证实给他们看。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 一天,我和那位将军同时参加一场酒宴。 我趁他掀帽子的时候,用烟斗里的火点燃了那旅游烧酒变成的烟雾。 嘿,你们猜怎么着,我的眼前瞬间就出现了一道像魔术一般的景象。 老将军的头顶,竟然出现了一道美丽的火焰。 而周围稍稍弥散了些的烟雾,也被点燃成了一团闪着蓝色荧光的花火。 这样的景象让周围的酒客们惊呼不已。 而那位将军不仅没有因此而发怒,反而十分高兴。 因为他觉得这让他显得十分与众不同,这可是件让人骄傲的事情呢。